傳離金領軍千億商機 新代言 耍白痴變裝 沒有人可以阻止最強的吉祥物 傳離金 傳離金是日本千葉縣 傳橋式非官方吉祥物 你不一定 你只能一天 一天何妨忘了 那種的角色 2011年被創造者手工縫製出來 由創作者吉祥穿的布偶裝 到處跑活動 從沒公開過真實身分 因為會講話 有如KeyDang般抖動 在彈跳裡 超有綜藝Fu意外走紅 去年和其他吉祥物 一起上節目備整 因為太搞笑 美麗爆發 傳離金周邊商品 吃得穿得用的糖糖油 CNN曾報道 傳離金和其他吉祥物 2012年總商機 推估160億美元 約4700億台幣 創作者也被算出 2013年個人收入高達2億日元 傳離金剛次大師 排場活動約領5萬日幣 我給大家聘請來參加 2013年底上紅白歌唱大賽 但露點20分鐘糖 40萬元日幣 一分鐘就要2萬來 chance 今日還推球單瓷 我為什麼喜歡吃飯 他最近还代言快干衣 为买衣服变装 结果还是被识破追着跑 人气超旺空高 满岛的传理精 根本有生命在表演 看到女演员 反正小铁桃工 人不知小战铁 你 palabra起来就是說 你的頭ちょっと割れないから 這個手上で割ないし Groäd slutじゃ不會な 我愛台灣的thy 我以為在台灣找美牛 什麼人來看我 來香港好多人來 大家都很喜歡我 不想啦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回到Online 7月26日要來台灣囉 不到